《青春祝了誰》 這一次的演唱會叫《青春祝了誰》 包含主題曲 都是從我這邊開始發想 然後所有的製作我都有參與 包含歌單 包含造型的討論 還有音樂上的編排 編曲這些 所有的節目環節 然後當然還有找嘉賓這樣 然後也會希望依照不同的城市 會有帶給大家不同的氛圍 那這一次的演唱會 我覺得真的可以讓大家 看見我歌手的樣子 過去演唱會可能真的很忙 要嘛就是一定要搭配個進歌熱舞 不然就是要來個前翻後翻軟骨功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演唱會 是真正的可以代表 楊成林對於音樂 還有楊成林這十幾年來 把青春付出給這個娛樂圈的 很多的經歷就在那一天 大家可以看見 然後我最主要會取名叫青春祝了誰的原因 其實我是希望來看演出的朋友 他們可以帶著自己的故事回家 因為我相信大家一定有經歷過 遭遇過很多事情 可是你不會時時刻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可是我想要用音樂提醒他們 有一些事情還是存在的 我覺得最美好的真的就是 完全不害怕時間 所以你會有一股勇敢跟衝勁 因為你沒有時間壓力 你就會可以勇敢的不斷犯錯也好 不斷重投也好 甚至你也會覺得遇到任何的人事物 都好像沒有那麼難 因為我還有時間 但是相對的我覺得成長過後的智慧 對呀 歷練還有你待人處事 總而言之我覺得有很多內涵 也是因為那一些青春才有現在的自己 所以我當然還是更喜歡成長過後的大人的樣子 在白鵬之上 是在白鵬之上 使他為精神會平時的參暗 一定會有不同的 我的評論 你會不斷